在《武俠小说》里面所表现的人类的情感 人类的希望 懂种 文学内容所描写的一切 都是从男性的观点这方面来看 男人跟女人根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可是又非要在一起生活不可 所以如果只有从男性的观点来看一个文学作品 这个文学作品是不完全 然后我们出现了正风 那么我跟各位报告最新的一期亚洲周刊 正风的排行榜在新加坡第一名 第一名 你的读者里面你觉得是女性偏多还是男性偏多 我觉得都有啊 对都有 女性的话可能是偏多一些比较年轻的女学生 喜欢看这种武侠 武侠中又有言情 言情中又有武侠 就是又有这个爱恨情仇 又有一点武功的这些 跟一般的言情是稍微有些不一样 比较新鲜吧 但是男性的读者也有 对 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年纪蛮大的 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也来读我的书 这边有一位 我觉得武侠小说跟所有小说一样的 本身要有写小说的兴趣跟有小说写小说的才能 就是我刚才讲人分两种 一种是可以写小说 一种不可以写小说 你可以写小说的人 就不用怎么鼓励 不用怎么跟他讲道理 好像他是小时候一样 自然而然自己就看到了东西 想到东西就会写下来写下来 九二九字就变成一部小说 这个其实我是很强调天生本令 在这一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 像你这样的一个女性作家出来写 你可以摆脱她的印象 完全用自己的风格去创作 因为你是可以写小说的 要不要以外加到处击的 后来